她是唐高宗的心尖宠 却被歌剧手足扔入酒梦 开局及王炸的萧淑妃 为何一步步跌入泥潭的 宫斗失败的她 又得到了怎样的结局呢 今天史先生就带大家 看看萧淑妃的一生 中国封建王朝都是男人掌权 唯一出现的女皇 是唐朝时期的武则天 可是武则天在做女皇之前 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威胁 那就是萧淑妃 萧淑妃名字不详 是男兰陵俊人 但萧淑妃出身高贵 娘家呢 是在历史上曾出过 21位天子的兰陵萧氏 即便是唐朝以后 兰陵萧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可毕竟是百年世家 底蕴还是存在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关系 萧淑妃成为太子李治的良体 萧淑妃入住东宫后 身份地位远不如李治正妻王皇后 但因着萧淑妃长得清国清成 唐高宗对她的疼爱 远超东宫其他女人 不久之后 萧淑妃为唐高宗诞谢义子良女 古时母平子贵 萧淑妃有儿女傍身 在东宫的地位越发稳固 贞观23年 李世民甲崩 李治继位 在王皇后的安排下 萧淑妃的位置只能止步于此 可是萧淑妃依旧在后宫之中 仗着李治的宠爱横行霸道 而且多次出言羞辱 王皇后没有子嗣 王皇后对此极为生气 为了压制萧淑妃 王皇后想到了 李治之前爱慕的一个女人 那就是李世民的才人 武则天 王皇后通过各种试探李治 发现李治仍心系五妹娘 于是她便顺水推舟 将武则天接回宫中 果然在武则天回宫之后 李治满心满眼都是她 萧淑妃呢 也因此施了圣宠 不过 王皇后自作自受 她的处境也不好受 但这时的王皇后还可以忍受 武则天回宫没多久 便被李治封为五朝仪 风头盖过了当初的萧淑妃 王皇后终于意识到 自己已然引狼入室 而萧淑妃因为被李治冷落 所以内心极度不甘 为了除掉武则天 萧淑妃主动与王皇后联手 但是武则天的心气 不是常人能斗得过的 她从进宫那一刻 就开始培养心腹 并主动地 举萧王二人不待见的 下人相交 不久之后 宫中基本都有 武则天的眼线 萧淑妃和王皇后的小动作 武则天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 因此 萧淑妃和王皇后的计划 一次次落败 就在两人要商量下一步计划时 武则天瞅准时机 诬陷王皇后杀害自己的女儿 王皇后差点因此丢掉后卫 但是呢 王皇后并未吸取教训 反而光明正大 在宫中实施验胜之术 但是这件事情 有没有萧淑妃的主意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李治在得知王皇后 所做的事情之后 不顾大臣反对 直接废掉了她的后卫 萧淑妃也受牵连 一并被废为庶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 萧淑妃可能是参与其中 因为即便萧淑妃不再得圣宠 可是作为李治曾经最爱的女人 萧淑妃也服侍李治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萧淑妃不会无骨连坐 萧淑妃被囚禁之后 李治心软前去看望 武则天怕萧淑妃重新火旋 挡了自己的道路 便将萧淑妃砍去手足 扔入酒缸之中 让其自生自灭 萧淑妃不堪折磨 临终之时大骂武则天妖媚惑众 诅咒武则天来世投胎为数 自己投胎为猫 生生世世不死不休 萧淑妃的话 让武则天毛骨悚然 且在梦中时常梦见萧淑妃 因此武则天下令 宫中禁止养猫 后来更是不敢居住长安 武则天称替之后 将都城牵制洛阳 致死都未曾载入长安 武则天为了报复萧淑妃 将萧氏一族全部流放岭南 改姓萧雄的萧氏 萧淑妃的女儿 在武则天的安排下 被关夜庭二十年 最终被下嫁给了侍卫 最后他们也因反对 武则天称替而获罪被杀 萧淑妃的女儿 再一次被囚禁宫中 萧淑妃的儿子也被诬告谋反 武则天下令处死她 并以数人的身份下葬 萧淑妃公斗失败 除了自己被杀 还导致孩子们悲剧的一生 但萧淑妃的失败 终究还是因为她恃宠而骄 嚣张跋扈 从来不懂 要明哲保身 来不懂